九號在眾數字中排列在最後 本身的信息代表著最多和完成的意思 潛暢著相機和成功的含義 因為在人生的規律中 多人聚集的地方就會有相機 而成功的核心意義就是完成入目 同樣根據風水學歷史記載 在一命二雲三風水的順序中 九交貴人 亦是潛暢著相機和成功的含義 當中的含義啟示著我們 做人要活得相機 享受成功 就要謹記 尿瑞鳳凰非貧遠 人伴言良品質高的法則 因為在生活中 人際交往的層次 將會直接影響 一個人的事業發展 和素質的高低 所以 只要能夠經常 以有道德 有知識 有經濟實力 和管理能力者共處 自然就會活得相機 和各種成功的方法 當中 潛暢著成長 和循環不適的規律 所以 根據行為學的原理分析 由於九號本身數字 潛暢著相機 和成功的含義 所以 對應在人 個性行為的含義 正面 就代表著相機 和成功 負面 代表著 貪憤 和孤單 因為 一位內心 只想著 尋找相機 和成功的人 就會在不知不覺下 呈現出 貪憤 和孤單的行為 而在大自然中 花、草、樹木、 人、 動物等等 所有擁有生命 和泛植能力的種種生物 在五行中 都是屬性於木元素 當中 都潛暢著成長 和循環不適的規律 而同樣 九號的含義中 都潛暢著成長 和循環不適的規律 所以九號 在行為學中 五行的含義 代表著 木 當一個人 本命數字 屬於九號 五行屬木 是一位 慷慨又重感情的木形人 個性追求 在歡樂中 享受和諧的感受 為人思想樂觀 擁有商業頭腦 喜歡夢想 熱愛自由 和討厭被人縮搏 個性敏類 此時 又厭倦 能夠專注 所以能夠創造出各種的雙機 是一位 精明的插劃者 負面的個性 凡事要求高 喜歡享受 任何事情 都希望做到最好 個性慢熱 在陌生人面前 十分文靜 喜歡報喜不報憂 所以 疑見 開心的事 會講不停 不開心的事 卻默默 獨自承受 為人佔有欲 比較強 有些少的霸道 所以 會有貪得無厭的行為 導致內心 有時會產生 感覺 莫名的孤單 屬於是一位 愛心 和智能的結合者 此人大陸感很強 能理解別人 心中的情感 和渴求 但是 太過於理性 凡事追求 邏輯 導致 會不知不覺 沉醉在 自己的思想中 認性 為人佔有欲強 和有些少的霸道 所以 和他相處來的人 會感覺 難以承受 不合群 和不喜歡 以人合之 內心有時會產生 莫名孤單的感受 由於九號人的個性 追求在歡樂中 享受和諧的感受 所以 在命運的走向 要駕駛本命九號 負面 貪憤 由孤單的個性 以活得 順利的人生 就要學習 培養 耐性 多靜心 和沉思 和諷人 逆 和諒人 交代 蘭